全油管最快新闻 昨晚大熊猫福堡抵达成都机场 被戳一幕引发网友热议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回应表明 温暖触摸势必要检查 并解释受一代及救援箱已消毒 熊猫中心要求穿统一工作服 并确认饲养员在场 福堡入住隔离圈设 目前状态良好 对于熊猫的照顾 共同呵护则无旁贷 愿福堡在中国继续健康成长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